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22日通过该规定之后 任何接受外国政府或政党赞助的电台和电视台 在播放赞助内容时 必须向大众公开此资讯 且在节目的开始和结尾对此做出清楚的说明 这被视为是美国打击中共外宣的最新动作 对此我们采访了在纽约的美国民众 让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FCC在声明中表示 新的规则增加了透明度 也保护了美国民众的知情权 FCC熟理主席罗森沃塞尔 更是直接点名中共和俄罗斯赞助美国节目 他表示尽管美国现有的通信法 限制外国政府及其代表直接持有广播许可证 但外国政府仍绕道而行 越来越多的购买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播出时段 而且这情况在过去几年更是成倍增加 中共资助美国媒体进行大外宣的手段引起两党关注 民主党众议员尔肖曾八次写信给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要求委员会正式问题 而共和党籍参议员柯顿近日接受采访时 也抨击美国四大主流媒体 ABC NBC CBS和CNN 表示他们由亲中的大财团控制 严重依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资金 多年来在报道中国相关新闻时 立场偏软 稳如北京的保镖 帮助北京误导美国民众的尝试和判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